这朵小红花可不是一般的小红花 凡是碰到它的人立马就会咬伤 甚至直接领了不要钱的盒饭 此时的小红花已经开始席卷整座城市 眼前的景象甚至令人不寒而栗 就在几个小时前 一位美女从地上捡起一朵小红花仔细欣赏 没想到却被恶狠狠咬了一口 看着被咬出血的手心 这让女人难以理解 决定将小花带回家仔细研究 诡异的是仅仅过了0.003秒的速度 原本一朵小红花竟繁殖出半盆出来 这把女人吓得亚麻呆住了 这让女人发现 小花竟然是以人类血肉为食 只要被它咬伤 它们就会迅速开始繁殖 复制出无数个小红花 没一会功夫 就会多出十倍多的小红花 以这个速度 整座城市都会被小红花吞噬 严重者直接就领了盒饭 看着大街上越多的人受到小红花的攻击 翠花不想坐以待毙 立马叫来闺蜜商议办法 首先她拿起一朵给闺蜜掩饰 只见女人的手指瞬间被咬伤 这把闺蜜吓坏了 另一边 一朵小红花刮到了路人的脸上 尽管想自救 最后还是领了盒饭 殊不知 一场更大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女人从地上捡起一朵小红花 没想到直接被咬伤 女人满脸不可思议 就当把红花带回去研究的空隙 小红花竟然分裂出几十朵 看着密密麻麻的小红花 蔓延到整座城市 不料可怕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就在这时 女人刚打开雨刷气 没想到的是 可怕的小红花竟流出大量番茄汁 只见大街上的男人被咬了一口 就当她拿起来一看 眼前的小红花 正以每秒0.003秒的速度开始分裂 这可把一旁的女人吓坏了 慌忙将小红花带回家 和闺蜜变起来魔术 不到一带烟的功夫 小红花就开始复制更多 眼看这种情况再这样下去 城市必定会被小红花占领 此时的人们都在恐慌之中 为了消灭掉这些可怕的小红花 他们从外地请来一位博士 只见博士取出珍藏多年的红宝石 随着终极法宝被释放 只见一股毁灭性的黑烟 朝着小红花不断扩散 很快屋里的红色花瓣 全部被黑烟吞噬 紧接着烟雾从窗户中流出 开始包围全部的小红花 直到最后 黑雾蔓延到整座城市 最终小红花被处理干净 人们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当城市或某个人遇到危险时 我们应该伸出援手 拯救未来和希望